所以在上一講裡面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加點 但我們想要再加一個三角形跟一個直角 那其實只要再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屬性 那剛剛我是說這大關號裡面其實可以放很多指令 例如我們可以放一個怎樣 我們放一個那個算角度的指令 算角度的指令叫做angle 然後這邊要三個點 那A記得要大寫 那這三個點呢 中心點是AN 但是因為順時真轉 所以是AN加1跟O 所以它整個順序應該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把N換掉 N要換成這個 讓它可以隨著動 所以把N換掉 那把N加1也要換掉 那這裡N加1要小括號刮起來 這樣子我就可以做出這個操作 那接著呢我們再來做一下 再來做一下就是 把這複製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畫那個三角形 其實就是Polygon 那把這裡再稍微改一下 就是叫做Polygon 這樣子就完成了 這樣子我們只要 程式就是怎樣 斜變 電腦幫你做很多遍 所以我們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就回來看一下 那這裡就是 再畫 就出來了出來 那你如果要重頭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刪掉一下 把這幾個先刪掉 這裡先刪掉 那這裡要先歸 要先把它歸零 歸零 那我們再來試一次看看 就是這裡就可以這樣畫出一個一個 對 畫很多個 那這邊呢還有很多問題 就是說 對 像這個我角度不想要讓它出現 我當然可以這裡手動隱藏 手動隱藏 這樣標籤就不見了 那 我 有沒有可以用那個程式把它隱藏呢 對 一定是可以的 但我現在不知道 那我只是想要分享的就是說 我其實這一個東西呢 這個按鈕的功能 我到昨天為止都不知道 那只是因為我昨天 興起一個念頭 覺得 應該可以做看看 那才開始動手做 那動手做之前呢 我真的我是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我就是怎樣 就是透過Google 對 搜尋George Bra 搜尋Iterator 然後看到一些範例 然後看到一些範例之後呢 你會再一個一個去改 就把那個範例先摸摸手 然後接著再把它改成這樣子 那透過改的過程裡面 我真的才懂一下 原來這個 這個操作實際上是這麼簡單的 那你自己也是一樣 就是說 同這個範例裡面 如果你先做一次 那再做一個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那個喜悅感是非常大的 就是 就是認得非常大的 那我想要強調的就是 這種解決問題的能力 才是我們教育應該要教的 就是說你並不是只是 並不是說老師說 這指令怎麼做你就把它學起來 而是說 你今天知道他可能會這樣做 然後你怎麼去把這問題找到答案 找到答案這才是重要的方法 所以現在這裡可能就有兩個作業 就主要讓他找答案 找答案這個過程才是重要的 例如說怎麼換顏色 怎麼讓label消失 透過指令的操作把它完成 這是一個答案 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的話呢 你可以再做一個比較進階的 如果今天想要加一個按鈕 讓他怎樣 從字歸零 這樣子是不是可以做到呢 這個也是可以做到的 那你就是 但是 怎麼 你但是聽我講怎麼做 實際上是很無趣的 你要自己發現那個做的答案 那才是有趣的 那才是 那個人力才是重要的 那我們這個先介紹到這邊 看真的 的 還可以見到 我看的 上次來